对于ECFA的后期协议企业大佬呢 乐观看待不过还是提醒政府 就怕台湾的中小企业会被大陆的大企业给压倒 至于今年GDP不断下修没有保三的话呢 企业大佬要大家一起打拼 台湾出口表现不佳 闷经济让大家有心 但随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前属在即 企业界乐观认为台湾经济有机会解门 假定是以我们最近两岸的这个有关于对ECFA的后续的动作 会非常的频繁 那当然这个对我们的一个产业的互动方面 我是比较乐观一点 我觉得很好 但问题是政府一定会考虑是 我们这里服务业中小企业很多 比较零零碎碎的怕被对方压倒 那这一部分呢稍微是注意一下 不过对于今年GDP成长率能否保三 企业大佬说大家还是要拼啦 努力嘛大家要共同来努力啊 工商协计会24号下午召开理监事联席会 不少企业大佬前来参加 会中还特别邀请交通部长叶匡时 针对自由贸易港区转型发表专题演讲 叶匡时推自由贸易港区转型 希望把台湾打造成自由贸易岛 但企业大佬们反映 政府政策没有单一窗口 有疑问时不知该找谁沟通协调 政府应建立单一窗口才能加速经济发展 余地元TV程庆文图优人台北报道